东方为了记者提问 那么我们关注到今天是第53个世界环境日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 有些国家烂尸保护主义 对中国的绿色产品加征关税 为全球低碳转型制造了障碍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个评论 谢谢 今天不仅是世界环境日 也是中国环境保护法确定的环境日 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化卷 正在中国大地铺展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改善空气质量 速度最快的国家 蓝天更多了 中国实现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 连续40年双增长 大地更绿了 2023年中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 较2012年下降了超过35% 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 已占总装机的52.9% 绿色转型更快了 中国还积极推动全球绿色转型 为世界环境和气候治理做出贡献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%和80% 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 中国制造 中国工程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需要世界共同呵护 我们需要保护绿色 但是不需要绿色保护主义 绿色保护主义 创造不了绿色的未来 我们期待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共同努力 让地球蓝天涌住 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 绿色保护主义